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李小璐作为内地的女演员 其成名之路也是颇为顺畅 出身于艺术师家的她 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16岁就凭着一部电影拿了影后 可以说是年少成名了 不过如今年近40岁的李小璐 却因婚姻而饱受争议 本来和家乃亮也是娱乐圈的一对金童玉女 但是受到了很多事件影响 如今的李小璐五官虽然无可挑递 但是和刚出道时候对比来看 还是有些差别的 才出名的李小璐和现在相比 判如两人 不过可能是当今年纪小 长大长开朗 另外一位王子文 曾被传和贾乃亮有过一段恋情 两人结缘于一部历史爱情剧《生死桥》 王子文比贾乃亮小三岁 给人的感觉就很活泼俏皮 王子文因为出演《欢乐送》中的 取巧肖逸角被大家熟知 在剧中他鬼马精灵非常惹人喜爱 而大家也发现 虽然他个子小小的 但是气场也是非常大 本发造型也是很潇洒时尚 不过出道前的王子文 可是一个文静的淑女模样 他也曾塞出自己16岁时候的照片 可以看出那时的他青春又靓丽 留着黑长发也是青春无比 和现在的形象差别很大 不过面貌如今看起来没有差别 可以说是真正的原装美女 自然没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